新加坡女直播主来到台湾徒步环岛21天 结果却在直播过程中找来助理 是男扮女装孩杂蛋自导自演 影响到了高雄的治安 而被警方是依照这个设为法要来法办 不过他才直播道歉 还说自己很好悔 但没想到25号又在IG发出了超速约会邀请 到台中这边跟网友见面 根本就学不乖 而现在更夸张的是 移民署在26号要介入调查 要传唤两名直播主还有助理的时候 却发现两人早就已经离境落跑了 因为当时发生杂蛋事件之下 因为对方是承认说自己是自导自演 为了要博眼球 当时移民署表示说 要等案件判决出炉之后 按照情节严重性来判断 是否要将两人遣返回国 不过现在两人提前离境 目前因为传唤不到他们两个人 所以移民署表示 将依法限制两人入境 而且最长时间 是有5年都不能够再来到台湾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